张博之二儿子小Q还在上小学 张博之几乎每天亲自接送 所以经常一大清早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母子之间非常有趣的日常小事 11月12日 他分享送小Q上学之前的一幕 正在楼梯口的小Q 非常专注地给自己的外套拉拉链 张博之在一旁嘲笑他已经拉了10分钟了 这让小Q完全失去了耐心 然后小Q又躲开镜头 试图进行最后一次尝试 过程中还怒吼一声 简直要崩溃了 张博之不仅不帮忙 反而一直在拍视频 而且发出了无情的嘲笑声 简直就是亲妈呀 小Q索性霸气地把外套给脱了下来 只穿一件短袖出门了 万万没想到 小Q竟然是个这么有脾气 有个性的孩子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